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幾單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話說自從拜登上任以來 就已經推翻了很多前朝政府的措施 和特朗普總統擺明就是對著幹 比如說蓬佩奧在2020年中的時候 就力推一個叫做靜網計劃 當中有一項叫做clean apps 即是說結淨的手機應用程式 在這個靜網計劃公佈了不久之後 特朗普總統就已經下了命令 要禁制TikTok和WeChat 即是微信的國際版 現在拜登竟然間借頭借路 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借口 將這兩種apps解禁 即是放到明叫做放生 另外拜登又宣稱 說他需要十年的時間 使到就業市場走出困境 所以我們一早就判定了 拜登是不懂得搞經濟的 現在又中了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憶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到底拜登怎樣放生TikTok 在特朗普總統時期 他就以國家安全的理由 對TikTok進行了很多限制 包括其中一樣 就是強制要求TikTok的母公司自節跳動 要將他們在美國的業務 出售給一家新的合組企業 這家企業是由 Wallmart、玉爾瑪和甲骨文所組成的 現在這個安排就出現了變卦 根據華爾街日報引述的知情人士所說 就說這個強制出售的計劃 已經被拜登政府無限期擱置 主要的原因 就是拜登現在正對於 中國的科技公司 可能帶來給美國的國家安全風險 進行廣泛的評估審查 知情人士還說到 說字節跳動和美國外來投資委員會 安全事務官員 正在做一些討論 主要聚焦在數據安全 防止TikTok所收集到的美國用戶訊息 被中國政府取得等等 最終的解決方案 就包括了 由一家第三方受信任的公司 來管理TikTok的數據 到時就不需要TikTok強制出售的業務 即是說放生 本來特朗普總統就說 你不行 你要賣 賣給美資企業 現在就說不需要賣 總之找到一家信任的第三方公司 來管理數據就可以 這個在程度上已經鬆了 所以大陸有些報道就提到 說TikTok在美國 現在就出現了一個重磅的轉機 同時也解釋得到 為何之前會有一些風聲傳出來 就說TikTok是打算進軍美國的電商市場 即是說那些所謂的大貨直播 在直播裡面不斷推銷一些產品 為何會有這些風聲傳出呢 就是因為拜登要鬆綁 要解禁 即是不再來到去封殺 不再追殺 可能他們一早收到封都不定 如果不是就不會這麼信心滿滿 要進軍電商市場 一旦搞起了這個電商市場的話 TikTok的生意額只會是更大的 現在他們主要收取一些廣告費 如果他們連這個直銷都做完的時候 更加知道是賺到盆滿撥滿的 因為每一筆的交易 他們肯定都會從中抽取一些佣金 到時真的肥到脈都穿不下 而且當更多人要依賴這個平台去維生的時候 往後你說再要去禁制這個TikTok 基本上的難度只會越來越高 因為反彈會越來越大 很多人依靠他來吃飯的時候 你說再去禁制他就等同於斷人米老 之前特朗普說要禁制的時候 已經很多人出來搞屁股 大家應該有些印象 特朗普有一次說要搞造勢大會 後來有些TikTok的用戶 就跑去搞屁股 搗亂了嘛 就跑去猛壓那些票 預留了位置 後來全部人都放飛機 故意造成了一個沒有人撐牆的畫面 去年就說玩這棵東西 往後如果他坐大了的時候 你再試圖去禁制他 那一波反彈不知道會是怎樣 當然拜登就完全不看這些東西 他純粹說要重新審查這個APP 其實就是放生他 除了TikTok以外 連微信國際版WeChat禁令 都被拜登政府撤銷了 根據美國司法部的一份法律文件 指出自從拜登上任以來 美國商務部正在重新審查 針對WeChat禁令 以及前朝政府所採取的措施 在審查結束以後 才能夠確定得到 究竟WeChat是否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 再決定是否對WeChat採取禁令 即是說現在拜登就是推翻了 特朗普和蓬佩奧的定性 因為當時人家就說 這個WeChat是會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 現在他就說要找商務部來重新審查 即是他現在這一刻就沒有斬釘截鐵 認為WeChat是影響美國的國家安全 這個很清晰 現在拜登政府就要求法院 暫停對TikTok禁令的訴訟 那你就是搞一個花式的放生 當然去到最後 究竟拜登會不會一下反手 又將TikTok和WeChat再到封殺 這個就不知道 但是按照目前所發生的事來看 拜登就是在放生這兩隻apps 這個是很清晰的 所以無論拜登口頭上說的 多麼強硬都好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我們必須要檢視拜登的所作所為 而不是他所說的說話 因為有些人 他就是言論的巨人 行動的諸愚 拜登就是這樣 他說就很強硬 但是他做就是另一套 所以我們必須要檢視他的行動 究竟是不是跟他的言論一致 到底拜登是一個知行合一 還是言行不一的人 大家就心照 甚至乎連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都在Twitter上臭熱鬧 就是對於拜登打電話給習近平 作出了稱許 他那條貼文是怎麼說的呢 他就說通話的時間是超越了禮節性的 而拜登和習近平兩個人過去都是相當熟悉 這次顯然就是作出了深入的溝通 他說這種對話是非常具有建設性的 到底拜習通話 終於談了多久的時間呢 根據拜登自己的透露所說 就說這一趟的通話是長達兩個小時的 十足好像熬電話粥一樣 從這麼長時間的通話就已經反映到 至少在這一趟通話裡的氣氛 都不方是僵得去哪兒 甚至乎是很融洽 如果真的罵得很不愉快 怎麼談兩個小時 兩分鐘都嫌惡頂 所以就算拜登怎樣在這一趟通話當中 提及到對於新疆香港和台灣問題的關切 相信就不會是這一趟通話的重點 可能都是水過鴨背 不停地提一下 不提也不行 要向國內的國會議員交代 但是他說完之後還可以談了兩個小時 你就知道胡錫進為什麼會說這一趟通話很有建設性 而且後續我們又要檢視一下 到底中美之間是否真的會建設起一個開放的溝通平台 如果是會的時候 就證明得到這一趟通話真的起了一個非常積極和關鍵的作用 然後我們又看看另一趟資料 也是關於拜登自己所說的 在上個星期五 拜登跟他的經濟團隊開會 並且在白宮記者會上交代了他的工作部署 他引用了一份就業報告 是上個月的數據 他說相比去年的12月 美國只是增加了6000個工作崗位 所以按照這個速度 美國可能需要十年的時間才能夠走出就業困境 拜登上任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就已經令到經濟復甦步伐拖慢了 令到就業市場的復甦了 本來都已經是慢慢上升了 拜登一上任就已經說要 終止美加輸油管道的建設 已經令到幾萬工人失業了 現在他還好意思說這些說話出來 無論他要出口術也好 或者做好一個期望管理也好 你都不應該說這番說話 身為一個總統 要十年時間才能走出困境 簡直是 這樣就只是反映到你是無能 你是不懂得搞經濟 這是事實來的 我們說過很多次拜登是不懂搞經濟 一味就懂得加稅 還有無厘地說要把美國工人的最低工資一下子 升到15元美金一個小時 哇你真是厲害 你這樣不僅是害了老闆 到最後真正受害的又是那班基層員工 本來那個經濟就有罪地復甦當中 你拜登一下子這樣提升那個最低工資的水平 升到15元美金 這樣就等同於是壓苗助長 當那些老闆 他的生意資金回籠得不夠快 或者他認為利潤不夠高 那麼他最後會怎麼做呢 那當然是會炒人 加最低工資不要緊 你不要一下子加到這樣的幅度 他是不會搞經濟的 還有拜登在昨天又說到一件事 他說要推動改善美國的基建 如果美國在基建方面不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話 就將會被中國打敗 因此就需要加把勁 本來特朗普總統他那條路線是什麼呢 就高舉美國優先 就是希望在外地設廠 尤其是在大陸設廠的一些製造業 或者是其他的工廠 就將他們的生產基地轉移回去美國 那麼這個其實都是提振得到美國工業的中興 另外特朗普總統又堅持要提振美國能源業的發展 那裏又養起了很多工人 令到很多工人的生活質素是有所改善的 拜登一上台的時候就說要高舉環保的旗次 能源業就要壓低它 製造業那些所謂高污染的行業又要壓低它 你是不是自相矛盾 現在你說要發展這個基建推動基建 即是大興土木即是破壞環境 難道你搞基建的時候不會污染環境嗎 不需要斬樹嗎 不需要開山砍石嗎 你不一樣是破壞環境 所以你自己做的那些也可以 人家做的那些也不行 你搞基建搞到何年何月才能提振到經濟 但是現在本來能源業就發展得很好 美國在去年石油產量已經提升到世界第一位了 你又說要壓低它 你說要搞環保 你又現在又說要搞基建 那你哪一飯才是真的 根本上就是什麼都要跟特朗普對著幹 人家那些是壞的 你自己那些是好的 你自己那些有多好呢 最好笑就是那些環保分子 燈粉又不出來折折它 拜登不是說要搞環保嗎 為什麼現在變成了推動基建 還有拜登的邏輯夠好笑 要加緊發展美國基建 否則就會被中國打敗 那你豈不是只是告訴別人 你堂堂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要靠發展基建來拉動GDP 我以為中國是這樣 原來你的管治方略也是這樣 這些浪費 但是對於那些納粹人 你說的慘了 搞這棵東西的時候 美國那些人 將來那四年不知道怎麼搞好 好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